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吉林青年创业员调研时强调 始终保持创新创造创业澎湃激情 在振兴发展实践中实现青春梦想 我省广大青年团圆发扬五四精神 在火热的青春中枉飞人生理想 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划张 吉林荣光专栏为您讲述 刚刚获得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副大队长 刘亮的奋斗故事 新业态层出不穷 吉字号乡村油产品丰富 广受好评 一下来看详细内容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前夕 省委书记景俊海到吉林青年创业员调研 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 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尊尊教导 始终保持创新创造创业澎湃激情 在振兴发展实践中实现青春梦想 尽快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吉林青年创业员是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被评为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 景俊海走进青年电商直播基地 品牌提升双创直播基地 详细了解电商选品 直播 销售等环节 强调要积极鼓励青年人才 在新业态领域创新创业 让他们在市场中经历风雨 开辟天地 既把优秀人才培养好 又把特色产品卖出去 卖出好价钱 景俊海先后来到天翼光电科技公司 米家农业科技公司 歌运生态科技公司 猎人科技公司 影创未来影视文化传播公司等企业 实地查看运营情况 与青年创业者深入交流 叮嘱有关部门 要强化政策咨询 企业融资 跟踪扶持等服务 支持青创企业做大做强 为青年创业人才提供大检身手 各展所长的机会 他来到共青团吉林省委新媒体中心 要求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丰富吸引形式 吸引青年人关注 进一步增强传播效果 守好舆论阵地 吉林青年创业政策宣讲会 正在进行 景俊海叮嘱宣讲政策的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干部 要把创业政策讲清楚 讲透彻 让更多青年人才敢于追梦 投身实践 收获成功 景俊海现场观摩 吉林青年讲师团 党史学习教育云团课 并与青年代表互动交流 希望大家把创新创业 与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始终保持锐意创新的底气 感为人先的锐气 艰苦创业的士气 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 让青春梦想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调研中景俊海强调 全省广大青年 要肩负历史使命 站稳人民立场 练就过硬本领 坚定前进信心 立大智 明大德 成大财 担大任 奋力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一要坚定信念 引领青春方向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不移 听党话 跟党走 二要好学上进 强顾青春根基 下足苦功夫 求得真学问 练就真本领 不断积累智慧经验 三要立得修身 涵养青春底色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畅想青春好声音 弘扬时代主旋律 传递社会正能量 四要勇于担当 彰显青春力量 聚焦高质量发展 一组六双 茶叶空间布局 五个合作 乡村振兴等中心工作 敢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 经济建设的一线 科技公关的前沿 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 成就一番事业 全省各级党委 要高度重视青年工作 为新时代青年创新创造创业 搭建广阔舞台 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进一步激发青年人才 创新创业活力 为他们成长成才 创造优越条件 社会各界要支持青年发展 更好发挥青年作用 营造有利于青年建功立业的良好氛围 高广宾胡家福 张志军参加调研 4月19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 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 坚定前进信心 力大志 名大德 成大才 担大任 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我省广大青年和共青团员 牢记总书记嘱托 在火热的青春中 放飞人生理想 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划张 在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师生们正围绕论文选题进行讨论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可做的选题很多 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清华大学考察时 对青年师生的寄语 也使大家讨论的热点 对于我们青年同学来说 也要始终坚持十字当头 干字为先 要坚持用实干去追寻理想 实干追寻梦想 我们要坚定实干的信念 只有坚定实干的信念 才能够在真刀真枪的历练之中 保持初心 保持为理想信念 奋斗的精神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 还提出了对当代教师的 几点基本要求 一 要做大先生 二 研究真问题 三 坚定信念 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 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定的信仰者和忠实的实践者 青年既是追梦者 也是原梦人 来自延边大学农学院的 大四学生刘爽 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 从大一起 就依托团室委大学生创业项目 先后创立了自己的花艺工作室 和花艺公司 运用所得利润 资助其他贫困学子 作为一个青年大学生 首先我们应该目标掌握好 我们每个人分足一点力量 让我们国家变得更强 大学毕业后 返乡创业的毕小雨 同样有着年轻人的闯劲干劲 在一通现代农业茶叶园 毕小雨正忙着查看樱桃成熟情况 她不单是自己种樱桃 还带动了不少乡亲发家致富 她表示 作为一名农业生产第一线的 八五后新型职业农民 就是要为乡村振兴 贡献青年人的智慧和力量 我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专业知识 积极参与三农实践 真正让自己成为一名懂农业 爱农村 爱农民的三农工作者 广大青年表示 奋斗不息 青春不朽 发扬五四精神 就是要让青春 在为祖国 为民族 为人民 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 绽放绚丽之花 作为新时代新青年 更应在党的指导下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向着国家的美好未来 扬帆前行 吉林有荣光 奋斗不停歇 第25届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 评选结果 昨天揭晓 来自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特勤大队的流量榜上有名 五一下期 获得荣誉的流量 带领消防员们 坚守在岗位上 为人民群众提供平安保障 小姐 五一到农碟期间 安装咱们的战备要求 强调部署一下 五一期间的具体的工作安排 第一个 我们要保证 足够的自信力量 完成了冥魂机缘准备工作 第二个要开展一次 七天装备 全面的检查和测试 刚刚获得全国青年 至高荣誉的流量 没有骄傲 没有放松 没有休息 而是一如既往的 一丝不苟地开展着 节日检查和科目训练 五一假期 对于他和战友们来说 不过是又一个 严阵以待的战备时间 参加消防工作19年来 流量把青春和汗水 都奉献给了 他所热爱的职业 汶川抗震救灾 松花江抗洪抢险 哪里有危险 哪里具有他和队友们的身影 5300多次极难险中的任务 和死神无数次擦肩而过 流量始终无怨无悔地 坚守在消防救援一线 终于职守 勤奋敬业 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安危 而是在想 怎么去把这个战斗打赢 怎么去把围困在现场的群众救出来 这个是我们消防员 就是接到命令以后 面对这场战斗的一种态度 在前不久举行的 历舰2021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实战演练上 流量带领的特勤大队 出色完成了高空救援 竖井救援 模拟悬崖救援等演练科目 锻炼了队伍在应对大型地震灾害事故时的 应急快速反应 检验了地震救援专业队的救援能力 网队 一会儿我上前面去 然后他们坐的时候 有啥安全隐患 你就给他叫停 你负责后边这个绳索系统监督 我到前面去 我去检查他前面那东西 我这个哥们叫王宏伟 我俩在一起当兵19年吧 认识 看到这个绳 我就想起了08年 512的汶川地震救援 当时他也是拿这根绳保护我 然后我下到一百多米的悬崖的下边去救援 鱼阵来了 顶上就是往下掉土掉石头 我这哥们就搞电台告诉我 说是 刘亮你放心 就鱼阵来了 石头把我砸中了 我也不会松手 那时候听了以后 心里被他多感动了 啥叫生死弟兄啊 这就是我的生死弟兄啊 在队友眼中 刘亮是个狠人 对工作是尽心尽力的狠 对自己是近乎严苛的狠 也正因此 到了30多岁的年纪 他还获得了全国消防救援队 火焰蓝大比武的全国第二名 让很多年轻人心服口服 在刘亮眼中 个人的荣光代表着集体 个人的努力 更要传递给更多同伴 在他的带领下 特勤大队培养出 46名全国比武竞赛兼兵 18人荣立一等功二等功 所带对战 荣获全国119消防先进集体 这里呢都是荣立过二等功以上 和荣立两次三等功以上的人物 英模代表 我细手了一下 中共有33位 是吧 希望你们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今后能够成为这个荣誉墙上面的一员 青年时代 能够从事这么一个神圣的职业 能够通过和战友之间的这种 配合这种努力 能够在人民群众和老百姓 在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能把这种生的希望 和这种脱困的希望 寄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 最有生气的力量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五次青年节到来之际 各领域各行业的青年 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青春的激情 坚守成了他们无悔的选择 今天的致敬奋进者专栏 一起去了解两位青年充实的假期生活 这个带着战区青年志愿者受代的青年 叫马振宁 每年的五一假期 他都会选择在志愿服务中度过 从去敬老院敬老助餐 到服务大型赛事展会 从去山区支教 到加入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 马振宁做过的志愿服务工作 不计其数 如今马振宁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 却并未因工作的忙碌停下志愿服务的脚步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 身边的一些同事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大家庭中 对我出动很大 我自己也开始有意识地去做一些志愿 然后也让我感觉到了一些 做志愿是一件很难得 而且会让人自己精神感到升华的一件事情 同样用繁忙充实节日的 还有新型农民青年创业者魏健 一大早魏健就带着团队 来到茶干湖生态区的1.6万亩 高蛋白大豆两种繁育和示范推广基地 实地查看和指导种植 播种已经十几天 魏健特别关心土壤伤情和种子生长情况 松原人魏健出生在农村 从未忘记过农村 从吉林农业大学毕业后 他埋头创业 从勤工俭学 做家教 到创办教育培训学校 在长春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但他心头始终奠念着家乡那片沃土 2019年 魏健依然决定回乡创业 发挥所学所长 创办了一家现代农业科技公司 在茶干湖畔种起了 具有高产 抗逆性强 抗病性强等特点的高蛋白大豆品种 经过近两年苦干 已经实现了年繁育优质大豆两种 70万公斤 商品粮200万公斤 回归我的家乡 从我的家乡开始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 对我自己来说是更有价值的一个选择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团生委组织发动全省各级团组织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 通过仪式教育 文艺会演 知识竞赛 参观寻访等多种形式 开展青春向党奋斗强国主题团日活动 近日 长春市南关区的团干部及团员青年 来到南部都市经济开发区 聚成华裔广场 开展了一场青春建功新向党 百米长卷送祝福 主题快闪活动 通过传统文化的形式 展现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日前在长春革命烈士陵园 长春中医药大学团委 组织团员青年唱响国歌 向烈士致敬 学习革命先驱者那份前赴后继 留学牺牲 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精神 用实际行动奏响青年大学生的青春主旋律 大家还现场聆听了抗议英雄代表 讲述的一线抗击病魔的改人事迹 通过我们中医人的抗议经验 带动这些年轻人 在前日指引下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吉林御文中学 是早期马克思主义 在吉林传播的重要基地 和吉林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260多名青年代表来到这里 瞻仰马俊烈士雕像 寻访马俊赵上志 等一批早期共产党员革命活动的足迹 连日来在通话 白山 四平 梅河口等地 各级团组织以织布为单位 也纷纷开展了青春向党 奋斗强国主题团日活动 通过多种方式 回顾党的历史 接受革命教育 用新产品 新业态带动新消费 是我省今年五一小长假 乡村油的一个特征 产品业态不断丰富 玩法也是花样翻新 不断打造着乡村油的新热点和新爆点 五一假期 梅河口推出的业油项目成为爆款 当地引入西安大唐不业城模式 打造东北不业城城市舞台 舞台位于梅河口现代服务业示范区核心街区 全长533米 占地1万平方米 以精致国潮文化为主线 汇集了古风古韵 关东风情 智能夜游 衍生文创 景观打卡等诸多元素 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新玩法 特别是街头演艺秀场上的行文艺术表演 灯笼印象 云歌琵琶 穿越千秋 带给人穿越时空的梦幻体验 民族表演高山流水 沟河晚会 沉浸式快感特别过瘾 跳的舞蹈是敦煌舞 整条街区还有舞台都是仿照古代的时候 那种繁荣长盛的场景 小朋友特别喜欢我 竹竿舞蹈 还有一个耕火晚会 还有咱们特别有仪式感的高山流水 敬酒歌 很多好玩的 精彩的节目 各种磕色艺术表演 真是眼前一亮 最吸引我的地方主要就是那个动舞 挺好看的 在寓意56个民族的56组红灯笼硬衬下 东北不夜城城市舞台的步行街喜庆而热闹 也让这里成为当地年代感文艺范儿时尚风的新地标 无一假期吸引了300多个旅游团来到梅河口 游客预计超过150万人次 走进吉安 押入江畔电音节 为近万名观众献上了一场流光一彩的视听盛宴 五一小长假 吉林乡村游 新增翼云跳伞 丛林穿越 全地形车 热气球等近百项新业态产品 在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满足央歌 满足婚礼秀精彩上演 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五一小长假 吉林省334个乡村游产品各写神通 推陈出新 顺应消费需求 激发消费活力 全省各地把农民生活 农村风情 农业特色有机结合起来 打出一招先吃遍天的招牌 一批适宜游玩的美丽乡村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 万科向日葵小镇蒙宠乐园的问世 为当地打造旅游特色小镇 天上浓重一笔 羊驼 黑天鹅 孔雀 小香猪 再加上那些自由飞翔的白鸽 让大人孩子玩得非常开心 在临江市 南方司空见惯的梅林 在北方的五月绚烂花开 江新岛梅园盛开的梅花 也似朝霞满天 吸引了众多游人 花也好 井也好 有山有水也好 非常漂亮 乡土人情也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抢工期抓进度 这个五一假期 我省各项目建设现场 十分忙碌 工人们放弃休息 奋战在施工一线 确保项目建设如期完工 在环肠经济发展带 水务一体化项目 泛家屯镇净水厂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进行 净水车间主体建设 建成后 原水 经过消毒等多道工序处理 到达净水池位置 最后送到千家万户 项目建成后 可进一步提高 泛家屯镇 公主岭经济开发区 大岭镇区工业园区 降水镇及农业科技园区的 供水水质 促进长春公主岭 同城化发展 通话市重点文驴茶叶项目 通话哈尼生态旅游综合体项目 五一期间正在加紧施工 项目总投资4亿元 建设多功能管 室内水上运动项目 文驴体验区等设施 目前部分主体 以基本封顶 转入场馆施工 及配套设施安装阶段 项目预计明年完工 投入使用 打造及旅游度假 运动休闲 康养观光 为一体的综合性文旅服务业项目 我们现在进入水上 项目的交注阶段 为了抢工期 我们五一期间不放假 有100多名工地人员进入施工 立正高标准的高质量的 完成项目建设应用 在吉林市 吉林化线集团 年产15万吨碳纤维原丝项目 日前启动建设 目前正抓紧施工 项目投资21.44亿元 新增12条原丝生产线 目前吉林化线集团 已经掌握了 大丝数碳纤维独有的生产技术 此次新建15万吨碳纤维原丝项目 主要以生产50K以上的 大丝数产品为主 应用于风电叶片 轨道交通 体育休闲用品等领域 15万吨碳纤维原丝项目的投产 一定会给整个产业链 注入新的动力 比如说下游的碳化的原料的问题 这个一定会有一个强烈力的支撑 也将对全球碳纤维 整个市场的格局 有一定的改变 美河口市教育园区 第五中学新校舍 在这个五一假期投入使用 新校区投资5.3亿元 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 可容纳3600名学生 目前教育园区的配套服务板块 也正在赶工期提速度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吸引 域外学生到美河口市就学 并带动当地交通 餐饮等相关服务业发展 年初以来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团省委 联合开展吉林省情细最可爱的人 2021最美青年退役军人选述活动 按照层层组织逐集推选 倾向于基层一线的原则 经过逐集推荐 综合评审 集中公事等环节 最终选述15名最美青年退役军人 近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网 联合吉林省住村第一书记协会 开展直播活动 第一书记主播 协同网红主播 走进直播间 共同为吉林农特产品工艺带货 吸引了数万粉丝 收益将用于资助吉林省 50个贫困家庭学生 今天上午 长春市在伊通河畔 举行五四红旗接力赛 来自专业体育院校 社会各界的80个代表队 共640名运动员参赛 这一传统竞赛项目 将接力与长跑结合起来 由三名女运动员 和五名男运动员组队 合作完成 总距离为28.8公里的团队比赛 体育精神在于 自己的坚持 还有一质品质 让我能感受到体育这个魅力 大型乡村题材清洗剧 鲜花盛开的山村 今晚在吉林卫视 继续播出六至七集 李鲜花走马上阵 小算盘心虚偷账本 这看不出来是谁啊 城里富商偶遇昔日斑花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收看吉林卫视农情剧场 下面来看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五月三号零至二十四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五月的白山市 草木葱龙 百花盛开 一片繁花似锦 绿意盎然的名人景象 不少市民走出家门 迎春踏青 拥抱大自然 又是一年春光好 繁花盛开美如画 在白山市浑江南岸 各色鲜花盛情绽放 白色的山梨 淡粉的山杏 色彩艳丽的鱼叶梅 宛如一条丝带 勾勒在浑江两岸 花间树下 不少市民漫步期间 驻足欣赏 尽享大好春光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可以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 微博 微信和极致听客户端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